中国选手张帅在WTA悉尼赛首轮连丢两盘 以两个3比6的比分 败在世界排名第7的爱沙尼亚好手 康塔维特派下 继而无缘次轮 新赛季张帅已在两个巡回赛里单打一轮游 赛会4号种子康塔维特上赛季后半段表现神勇 自8月下旬起 不到3个月便接连斩获4个巡回赛女单冠军 最后以年终总决赛的亚军收官 这是他和张帅之间的第4次交手 此前三战康塔维特二胜一负稍稍占据优势 康塔维特凭借进攻上的优势占据主动 首盘双方站至第6局 爱沙尼亚选手对线该盘出现的唯一一次破发 张帅2比4落后 直至盘末也没能找到翻盘机会 比赛进入到第二盘 康塔维特已破发开盘 4号种子早早奠定2比0的领先 张帅力宝接下来三个发球局不失 但进入到非宝不可的第9局又再度被迫 康塔维特凭借这次破发 提前锁定胜利 两盘角逐康塔维特一发得分率将近90% 张帅仅抢到一个破发点还并未兑现 现年32岁的张帅 在今年参加的两个澳网热身赛 墨尔本和悉尼战 均是单打一轮游 上周他和其大满贯女双冠军搭档斯托瑟 打进了墨尔本夏季系列赛 第两战的女双四强 半决赛里两人输给了跨国组合 马丁科娃谢里夫 其他已经结束的女单首轮争夺中 赛会5号种子巴多萨用7-61 6比1的比分 淘汰前阀网冠军得主奥斯塔朋克